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咱们第二个本节的知识点 叫境外所得以纳税额的抵免计算 知道了这个什么是抵免的范围 什么是抵免的方法 下面呢计算 要很多的这种公式要算了 是吧 那我们在这呢先说几个需要计算的项目 这几个项目呢 有可能它就是作为很简单的选择题 问你其中的某一个项目的 所以你一定要看好的是哪个项目 好这样的几个项目 一个就是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一定要看清楚 那我们说这个所得额 刚才反复的强调 它指的是含税的 或者说呢 它是指的是税前的才叫所得额 所以把分回的要加上在国外的以纳税额 这样呢 加上以纳税额要是直接抵免的 就直接把它还原 要是间接抵免的呢 这就比较复杂点 是吧 那就是要把直接缴纳的和间接负担的 都来进行考虑还原 好 那这是我们所提到的一个概念 叫做所得额 境外所得 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好 那接下来还提的是一个关于抵免限额 是吧 抵免限额 它的这种计算方法 我们前面说了有分国不分项 有不分国不分项 但是不管哪种方法 它实际上都是用这么一个思路 简化公式那就是用境外的某国所得 这就是分国 或者说境外的综合所得 那就是不分国不分项 然后乘以我们的法定税率25% 好 那我们有的时候还会问到呢 那就是境外所得的叫以纳税额 境外所得的以纳税额 那你就要看一看 是直接抵免的以纳税额 还是间接抵免的以纳税额 那如果要是有间接的 一定要考虑到以纳税额的这个间接抵免部分 同时也提一下 那就是你在境外的这个以纳税额 肯定是按外币来缴纳的 是吧 那我们现在呢要和咱们算的抵免限额 进行比较的时候 抵免限额是人民币 那你境外以纳税额 那你也得折成人民币啊 那按什么时候折呢 按照纳税年度最后一天的 不是按照你那个交税那天的 不是按你汇算清缴那天的 是年度的最后一天的汇率来折算 好 那我们有的时候还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准于抵免的 啊境外所得的税额 是吧 这个准于抵免的实际上就是咱们的第二个限额和第三个境外所得以纳税额 这个当中的啊 矫小者是吧 矫小者其实 就是我们说的准于抵免的 因此呢 这个准于抵免的不仅仅要会算 同时呢还要注意的那就是咱们的规则 这个准于抵免它一定是在外国 叫做按照所在国的税法规定 应当缴纳 并且呢实际交纳 而不是说应当交纳你还没有交的 那不能够作为准于抵免 好的 那关于这几个项目 咱们后面的计算当中会用得到啊 那我们下面呢就一个一个项目来看 首先说到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一定要清楚是所得额 是吧 所得额是什么概念啊 一个是税前的概念 一个是纯收入的概念 所以我们对这个所得要可能进行的就是调整 那它要调成税前 所以要作为含税 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调整 是吧 就是变成税前所得 含税所得 那第二个要调整的呢 它是所得额 它不是收入额 它是纯收入征的税 所以这个要调整的呢 那就是叫净收益 才是咱们的计算这个境外所得 以纳税额抵免限额的所得额 所以这里面啊 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可能会涉及到双重调整 一个呢就变成含税 一个呢就变成纯收入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如果变成含税 变成含税变成 咱们说的叫做税前的 是吧 怎么来算 怎么来算 你要考虑的就是直接抵免下 还是间接抵免下 如果是直接抵免下 就特别简单 为什么呀 因为它就是直接还原就行了 怎么直接还原呢 比如说我们从境外分回的是 古希红利 是吧 那我把分回的这部分叫税后的 然后加上已经交过的税 直接加就行了 加上已经交过的 这样呢就是直接还原了 是吧 或者说呢 我们除以一减去 这个预体所得税 这都是叫做直接还原 好的 那如果说是间接抵免呢 那就麻烦点 也是把叫做分回的税后的 是吧 税后的 我们现在不是想把它变成税钱吗 怎么变啊 税后的加上税 而这个税呢 就既要包括该项所得 在境外直接缴纳的 就是咱们中国居民企业 作为纳税人里交的 那个预体所得税 也要加上呢 间接负担的税额 间接负担的 这样的话 间接负担 它可不能够说 把分回的除以一减去 所得税率就行了 那它要用这个规定的方法来间接的还原 所以这样的叫做 所得额税前的 含税的怎么来确定 那你要区分清楚 它是直接抵免还是间接抵免下 然后进行相应的操作 好 那这种问题 有时我们在思路上 当然都给大家讲清楚 正好是考题里呢 可能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在近几年考题里出现过这样的单选题 说的就是某居民企业 它的境内所得是八百万 设在境外甲国的分公司 这个是要简单一些了 因为总分公司嘛 是吧 它是同一个法人下的 所以呢 总分公司适合于的是直接抵免 这个我们在刚才前面知识点抵免的这个范围方法上 都已经说过了 这样呢 总分公司的分公司在境外 是吧 这样呢 它的分公司在境外呢 甲国已经交了所得税了 交了多少呢 交了四十万 是吧 这是告诉我们 它在境外的以纳税额了 而对应的甲国的企业所得税是百分之二十 那现在我们直接抵免 这个前提条件是已经确定了 是吧 因为它是总分公司之间的 是直接抵免 可是我们问的问题呢 你不要想的太复杂 你看人家问的什么呀 问的就是这个企业所得税 它的应纳税所得额 没有问你那些抵免的事 那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作为居民企业 你必须要考虑到的 那就是它既要有境内的 那境内你都告诉我了 是吧 八百万也要有境外的 这才是它当年的所得额 那么境外的是多少呢 你说境外的不是就那四十吗 大家想境外的是四十吗 境外的是以那税额为四十啊 并不是境外所得为四十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 要把它这个税额变成税前的所得额 怎么变啊 所得额乘以税率就是税额 那我们现在把税额除以税率 是不是就是所得额呀 所以这个所得额就是二百 那这样的这个直接抵免法下 我就可以直接这么还原换算就行了 因此这个二百再加上那八百 那就是它的全部境内所得 正确答案应该选择地 应该选择地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稍微的进行一下扩展 那就是假定说 这个题目里面问的不是它的全年所得额 而是问你其他的项目 不管哪个项目都可以 我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 比如说问你啊 这个境外所得以纳税额的 叫抵免限额 问你抵免限额的话 你是不是就拿 刚才我们说的境外所得 直接乘以我们的法定税率 是不是都是五十吗 这就是我们的抵免限额 也可能呢 问你叫可抵免税额 境外所得的可抵免税额 是把限额和以纳税额进行比较 以纳四十 抵免限额是五十 哪个小哪个就是我们说的可抵免 所以呢 可抵免的那就是四十 是吧 那我们也可能问你 这个企业 总共在我们国家的 在我国的总共的应纳税额是多少 那就是把它的总所得 你不是刚才算出来了 应该是一千万吗 乘法定税率 不过这里面有境外的呀 境外的是在外国交货税的呀 外国交货的税是可以实行限额抵免的 那抵免限额 不是说肯定拿限额来进行抵免 而是进行一下比较 是吧 比较出来的结果 谁晓谁是抵免限额 那我们就拿四十作为可抵免额 这样呢 把总税额减去可抵免额 那不是说他在中国要交的所得税 那同样是一个业务 是吧 就我们前面的这个题干 由于呢 咱们问的问题不一样 它可以变成若干个小题 因此咱们对这样的 叫做直接抵免下 是吧 总分公司的 最基本的这些操作 都必须要掌握的 这也是咱们在第四章 讲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的 关于境外所得以纳税额的 直接抵免的思路 好 那针对境外所得 我们刚才说了 你要注意的 就是两个重要的问题 两次调整 一次呢 就是把它变成税钱 还一次呢 那就是把它变成纯收益 因此居民企业 你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 你各项这个境外所得 它的纯收益 或者叫净收益 到底是怎么来确定 那我们在这呢 要明确一下 这个净收益 就应该是用境外的总收入 然后减去 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 这要各项合理之处 好 这样呢 收入减客除 要不这就是所得额了吗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想解释一下 那作为分支机构 因为它不具有独立的 法人地位 纳税地位 那它也不具有独立的 这种分配职能 所以它和总机构 实际上是最后要进行 这种这个盈亏的合并的 那作为这个可以扣除的 叫做合理的支出 合理的支出 什么叫合理的支出啊 我们现在就了解一下 它的解释 那就是境外分支机构 发生的像人员的工资啊 折旧啊 利息啊 相关税费啊 以及分摊的 这个都可以称之为 叫合理的费用 那你说 作为境外的这个分支机构 那它和我们境内的这个总机构 是吧 是在法律意义上 它是一个整体 那作为它的境外所得 它可不可以就不分回来 是吧 可不可以呢 它和我们境内的这个总机构的 是吧 就不合并 这呢我们要明确 那就是境外的分支机构 你的各项境外所得 无论你是不是分回来 一定要记录 叫做该居民企业 是吧 所属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所以你分不分回来没关系 那我们要算你这个居民企业的年度所得额的时候 一定是境内加境外的 不分回来 我们也得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操作 好的 好 那我们刚才说了是总分机构 那作为这个可以扣除这个相关的成本费用的净收益 怎么来形成 那现在呢 我们再说一个还是居民企业 它的境外 它不是一些属于营业利润性质的 而是呢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或者说是利息租金特取权使用费 这些呢 我们一般称之为就是消极投资的所得 是吧 它的境外的净收益或者叫纯收益 那这怎么来形成这种净收益纯收益呢 好 那我们在这就提一下咱们的统一规则 那就是从境外收到的这些属于是吧 叫做投资性的所得 一般它的毛所得呢 应该对在计算居民总所得的时候 以作统一扣除的成本费用当中 与境外所得有关的部分 不是说所有的 而是说和境外所得有关的部分 才能够在境外所得对应的扣除项目中做调整 这样呢 不能够说整个都扣 而是呢 和境外所得所对应的部分来进行扣除 那怎么扣呢 好 那我现在就把境外所得是不同的项目 那么对应呢 它扣除的不同的项目 以及呢 它这个所得确认的时间给大家了一张表 其实这样的规则是容易有选择题 当然这就比较小众化了 可是它既然容易有 我们在看的时候呢 稍微的浏览一下 比如说古希红利所扣除的 那就是与境外投资业务有关的啊 像项目的研究是吧 融资成本 这个管理费用 像利息呢 那主要就是融资成本和费用 那像这个租金呢 那就看是什么样的租赁方式 融资租赁 那就是扣除融资成本 经营租赁呢 那就是扣除相应的这个租赁资产的折旧 或者说是折号 还有就是特许权使用费 那就扣除研发贪销的 以及财产转让 扣除财产 就转让财产它的成本净值 好 那不管是哪一个项目 是吧 它在确认了所得之后 还有一个叫做时间的问题 所得什么时候确认呢 古希红利是按被投资方 做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时间 而其他几项都是按合同约定的应付时间 这和我们企业所得税 所规定的这个收入确认时间 纯收入确认时间是一样的 好的那针对这样的这个问题 如何来调整它的纯收入 那我们给大家也是举个例子 说的是中国A银行 我们前面也说过一个是吧 外国A银行 那不一样啊 那是外国的这个银行 在中国呢 那它只能是设立分行 而我们这块说的是 中国的A银行 这可是咱们的什么呀 本身就是居民企业 它向甲国的某企业贷出了500万元 合同约定的利率是5% 告诉你A银行收到了 这个应付的利息是25万 扣除了已在甲国交的预体所得税 按10%的话就扣了2.5万 所以呢 它收回了就是22.5万的税后的这个收益 所以税后是22.5是吧 那它的税呢是2.5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总所得额了 好 告诉你A银行应纳税所得的总额是1000万 这指的是它这个居民企业的 那已经呢 在应纳税所得总额当中扣除了 该笔贷款的叫做融资成本 是本金的4%是吧 本金的4%是作为成本来扣除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让你分析一下总所得当中 境外利息到底应该是怎么来确认所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境外利息是利息收入 那利息收入呢 税前应该是25 不是分回的加成税 这不是税前所得吗 而这部分的税前所得是吧 是收入 看好了 这是收入 为什么说 它就变成了收入了 因为这部分的利息是吧 它是没有进行任何扣除之前的利息 那这部分的利息呢 就是咱们取得的利息收入总额扣除了在外国交的 这个预体所得税 因此它是没有扣除的 它是收入 收入可以扣谁呢 可以扣这个 可以扣除的 就是它本身的那个农资成本 4% 所以扣完了以后 它的纯收入叫所得额才5万 那我们要算抵免限额呢 那就是把这个纯收入 含税的纯收入5万 然后乘以25% 那得出来的抵免限额是 1.25 这个1.25和它在甲国的以纳税格去比是吧 交了多少呢 你交了2.5了 比我们在中国应该交的1.25已经多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分回的那一部分 它是不需要补税的 分回的利息它是不需要补税的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对纯收入的规则规定 是吧 没有这个让你对所得的纯收入的规定 那我们就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确定了 什么方法呀 那就是你要把这个利息作为税前的所得了 是吧 它不是说把利息作为收入 而是作为所得了 那这个所得乘以我们法定税率25% 所以呢 抵免限额就出来了6.25了 这6.25要是和你在国外的以纳税额去比 在我国这样的利息要交6.25 你在国外交了2.5 它就存在的什么呢 它就存在在国外少交的问题 它就存在的要补税的问题了 所以这我们特别明确 那就是不补税 那不补税 因为它是按照这个纯收入 是吧 按照这个净收益 作为叫做计算抵免限额的 那个基数 那个所得额来确定的 好的 那这个基数这个所得 怎么来确定啊 收入减去扣除的时候 有什么扣除项目 我们刚才那个表里面已经说清楚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在这个有关境外所得 是吧 抵免的时候 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又出来了 那就是 境外和境内 是吧 它是都有所得的情况下 那你发生了一些共同的支出 应该怎么办 共同的支出 肯定支出该扣是可以扣 但是怎么扣啊 分摊扣除 所以我们这知道 选择题的内容就行了 这个肯定不会出计算性的 共同的支出 它要分摊扣除 当然 这个分摊扣除呢 针对共同支出 它有这么一个要求 那就是 与取得境外所得有关系 但是呢 没有直接进入境外所得 相应的成本费用 等于还没有扣除的 这种情况下 应该分摊扣除 还没有扣除的 那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像这种 还没有进入境外所得的 什么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这些期间费用 这时候我们是共同支出 可以分摊扣除的 好 那这分摊怎么分摊啊 那我们基本的方法 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就是在计算 总所得的时候 已经统一规及 并且扣除的这些 共同费用 要按照 注意哈 是每一个国别 再确切的说呢 那就是采用 叫做分国 这扣的时候得分国 那么每一个国别的数额 占全部数额的比例 那这个分国就是 某国的 是吧 占全部的 按照这个比例 是吧 来进行这个计算 然后调整扣除 那这个分摊的这个比例呢 就要考虑到 用什么样的因素来分摊 这个作为选择题了解一下 不过我们看着有点 眼熟 按什么样的因素呢 资产 收入 或者说呢 是员工工资 这样的比例 来进行分摊 所以在分国的时候 还要考虑到呢 它是不同的这个比例 或者说是某一个比例 或者说是这几个比例的 综合比例之和 那到底 每一个 它占的权重是多少 没说 没说我们就不管它了 那我们刚才说过 有点眼熟 为什么呀 因为在企业所得税法里面 我们提到过 如果它有境内 注意 是在中国境内的 但是它跨地区经营的 是不是有这种跨地区经营的 这个分机构 它要分摊税款的那个因素吗 因为我们总机构是要占总税额的50% 是吧 分支机构呢 占50% 那分支机构是有多个的情况下呢 分支机构要分摊 那分摊的时候 它也有叫做分摊的因素 和相应的权重 只不过它这个三因素 跟我们刚才说的分摊是一样的 但是那个权重 在企业所得税里 咱们是明确规定的 有没有印象我们回忆一下 是吧 营收和薪酬是分别0.35的权重 35% 那还有就是资产0.3% 30%的权重 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问题里 没提权重 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在境外的因纳税所得额 有关确定时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出现了 那就是你企业的境外的亏损怎么办 那我们说这样的问题呢 在我们的初题当中是特别容易 它既可以小计算 也可以是文字性的 那我们曾经考试出现过的是简单的小计算 那在这我们首先要明确 这说的是境外亏损 一定是境外的叫分支机构的 境外分支机构的亏损 也就是说总机构在中国境内 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外 分支机构出现了亏损 这可千万不能是母子公司 因为母公司在中国境内 子公司在境外 它要是亏损呢 按照境外的所在国的法律规定 那咱们的这个母公司是不予考虑的 那现在说的是境外的分公司 它和境内的这个总公司 它是本来就是一个法人 那在这个盈亏上是统一核算的 所以要是境外的有了亏损 那其实我们在企业所得税里面 就已经提到过 在亏损弥补的问题上 境外的要是有了亏损 能不能把境外的亏损 这个外亏是吧 能不能来递补我们境内的所得呢 外亏内营的情况下 境外的亏损 能不能递补我们境内的所得呢 是不可以的 你想想你把境外的亏损 递补了我们境内的所得 境内所得就少了 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 你拿外国的来递我们的这个盈利 那是不行的 那如果是反过来 叫做境外要是盈利 境内要是亏损呢 境内要是亏损 你拿境外的所得 是可以弥补境内亏损的 你说为什么呀 一定是理解它的道理 否则的话内外就混在一起 容易被乱了 为什么 你境外要是有盈利 境内是亏损 你补完了以后 是不是境内的亏损就少了 境内的亏损要少了的话 那么今后它截转以后年度 可以弥补的亏损少了 那它就可以以后多交税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外盈内亏 那它是可以来递补境内的亏损的 而这个内盈外亏 是吧 国内的盈利 境外的亏损 这是互相不能递捕的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境外的亏损 递补境内的盈利是不可以的 那你说既然不可以 你还在这说它干什么呀 好那我们说它原因 不是拿境外的亏损来 递补境内的盈利的事 而是说你这个境外的亏损 今后怎么办的事 因为咱们不是讲这个 国际税收境外这部分吗 好的 这样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境外分支机构的亏损 在处理的原则上有两个 两个呢 都是不得我们称为双不得 一个就是不得抵减境内的 不得抵减境内的所得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吗 就是内营外亏 境外的亏损 是吧 不能够抵减境内所得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不得 那第二个不得呢 那就是不得跨国母母 如果说境外某国家的A国呢 和境外这个B国 你都设有分支机构 那他们有赢有亏去互相抵 这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样的双不得 是我们在选择题当中要注意的 境外分支机构亏损 不能抵境内的 也不能抵境外其他国家 叫双不得 好的 那我们到底对境外分支机构的亏损 在这要知道什么呢 那说的就是 它可以用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国家 其他项目 是吧 所以在同一个国家是可以的 另外呢 它也可以是以后年度的 这个本项目 是吧 同一个国家的其他项目 你可以抵 同一个国家的本项目 以后年度的也是可以抵 那前提条件呢 一定是在同一个国家 那道理呢 也很简单 因为呢 咱们前面说过 算抵免限额的时候 是吧 是分国部分项 这样呢 对不同的国家的分支机构盈亏 如果你要是进行了互相抵减 那它可能就会出现 同一笔亏损 在不同国家呢 就是重复的进行了弥补 那或者说呢 造成了你间接地面还原的复杂 好的 这样我们把规则知道就行了 那么在这个规则下 你这个境外分支机构的亏损 不是可以是吧 进行在同一个国家 不同项目 或者说是以后的所得当中弥补吗 那多长时间弥补啊 我们境内的 咱们企业所得税提到过 那就是从亏损的 这个下一年度算起 叫做后转五年 是吧 那它这个境外的亏损 即使是它在同一个国家 是不是也是五年呢 好 我们现在实际上说的 这个境外分支机构亏损弥补 那就是它的这个补亏的方法 和补亏的期限的事 那这出现了两个 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概念 一个叫做实际亏损 是吧 实际亏损 一个呢 叫做非实际亏损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我们要把境内的总机构的盈利 和境外的分支机构的亏损 把它先加在一起 你说不是不能加吗 我们加在一起不是为了进行补亏的 我们加在一起呢 是为了确定它的这种亏损的形式 然后决定它境外所得亏损 弥补的方法的 弥补的期限的 所以在这呢 就出现了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境内境外盈亏合并之后 出现的是 总的最后的结果是 附属 小于零 这我们叫做实际亏损了 是吧 实际亏损 那这个境外亏损呢 它是可以在五年内 在同一个国家 进行亏损弥补的 那如果说是境内境外加在一起 但是结果是大于等于零了呢 那我们叫非实际亏损 是吧 它最后搁在一起呢 它并没有真的亏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于境外的亏损 这部分是 无限期的来弥补 所以咱们说 境外分支机构亏损 弥补不是它真的拿在境内补 而是要看它 在这个境外弥补的时候 在同一个国家里面 它怎么补 有的是五年内的弥补 那就是实际亏损的前提下 有的是无限期的弥补 那就是非实际亏损的情况下 好 那这样的这个补亏 我们在反复强调的时候 都是境外分支机构的 是吧 不能拿到境内 不能和境外其他国家 只能是在本国 好的 那到底怎么来补 我们下面呢 是通过这个立题 通过规则一起来看看 首先提到了 那就是境内境外加在一起 有盈有亏大于零 叫做非实际亏损 是吧 那我们处理就是 应当把当年度的境外分支机构的 非实际亏损 叫做无限期结转 那么怎么无限期结转呢 我在这儿有一个图示 因为图示可能看得更清楚 比如境内的是盈利500 境外的亏损 是分支机构亏损50 所以盈亏相抵是大于零了 那我们称之为非实际亏损 所以境外的这个50的亏损 那就可以在这个国家 就是只能在他自己这个国家 然后呢 在该国今后无限期进行 有所得的时候来弥补 好 那这个如果说对境内有什么影响啊 没影响啊 境内你该怎么交还是怎么交 所以所得500万乘以25% 这是我们境内 这也是咱们这个整个企业啊 在当年应该在我国交的税 不考虑他那个境外的50万亏损 好 那假如说是境内境外加在一起 是小于零了呢 小了一零 那我们说这是出现了叫实际亏损了 所以就要把这个实际亏损呢 去进行一下区分 区分为叫两部分 一部分叫做 超过 叫做超过企业盈利额的部分的 这个实际亏损额 这是后转五年的处理 那第二部分呢 那就是未超过企业盈利额部分的 非实际亏损 它是可以叫无限期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还是给大家通过一个简单的举例 比如说境内的盈利是120万 境外的亏损是150万 盈亏境内境外加在一起 那我们说这种情况下 它是出现了叫做实际亏损 净额小于零了 所以对这个实际亏损 那我们的处理方法呢 实际上不是对这30万的处理 而是说 它这真正亏损是亏了这么多呢 150万呢 对这150万的处理呢 那我们是有两个思路 一个思路 那就是它的30万真的是亏损的那部分 是吧 那就是超过这个企业盈利部分的 那30万它应该是什么时间呢 五年内 是吧 这个呢 只有五年内的 那如果说是没超过那个企业盈利部分呢 那个没超过的就是这120万 是吧 这120万它是叫做无限期的 所以一个是有限期的 一个是无限期的 是吧 所以整个的亏损弥补对境外分支机构来讲 我们不是说拿了它真的和境内的去进行比较 去弥补 而是呢 做出了这样的规定之后 对境外的亏损 在境外分支机构所在国是可以今后弥补 但是呢 它也分为叫做五年和无限期这两种 当然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境内所得的计算 但是境内你本身就是120万所得 所以该怎么算税额怎么算税额 好的 那涉及到这样的境内境外有盈有亏 我们也给大家举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 咱们政策解释里面的一个例子 说的是居民企业A 它在某年呢 境内外的境所得是160万 告诉你160万 那怎么形成的呢 告诉你其中 那就是它有境内的 是吧 也有境外的 那为了看清楚这样的问题 我直接呢给了大家一个表 它的境内是300万 那它的境外呢 还有两个国家 境外是有这个甲国和乙国 是吧 甲国呢 它有所得是100 乙国呢 它的分支机构 是有分支机构 本身的就是经营性的亏损是300万 但同时呢 它还有利息是60万 这样呢 在乙国实际上是 这个本身在同一个国家里 它肯定是盈亏可以相抵的 所以抵完了以后 还是亏了 那还是亏了240万 好 那我们现在说 这240万 和你前面的叫做所得 这个所得境内加境外是400 对吧 能不能去比呀 能比 但不是在算税额的时候 来起作用的 而是来对你这240万 今后怎么弥补的时候 来起作用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它们相抵之后的结果 这不是刚才说了吗 160 对呀 400减去240 就是160啊 那对这个 160的 叫做大于0的 是吧 大于0的 那我们说 这就是非 实际亏损 它的最后的结果是大于0 所以我们一定要得出这个结论 那就是 这个亏损额叫 非实际亏损 好 那针对这种 非实际亏损 这个总分机构 境内境外加起来 总共是 160万 是吧 那它是非实际亏损 这种情况下 我们境外的 以国的这个分支机构 它的240万亏损 非实际亏损 应该怎么办呢 那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规则 非实际亏损的 那就是无限期的结转 要是实际亏损的呢 那你就要进行一下区分 里面有5年的 也有无限期的 两种不同的情况 好 那现在针对这个例题来讲呢 你的境外所得 是吧 有亏损的 那不影响我们整个在 作为居民企业在境内交税的要求 同时你境外所得还有盈利的呢 那你这个境内外总所得是400 总所得可不是160 因为你的外亏不能抵内营的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例题 当然就考试来讲呢 有的都没有这么难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列举一个近三年的考题 那这个题目呢 出的是挺活的 当然呢 他也可以再换一个说法 是吧 也可以问出来 这个同一个题目的多个问题 好 我们说的这个居民企业呢 境内所得是500万 其在甲国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 好这是分支机构 很明确是吧 那这个500万的境内 然后分支机构的亏损呢是600万 好这个结果呢 那就是盈亏相抵出现了负数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什么呀 叫做实际亏损 是吧 这不是非实际了啊 这是实际亏损 而这实际亏损怎么办 我们说一定要把这个亏损额 亏损额不是100 亏损额是它在这个分支机构所在国所发生的 它不能够抵我们境内总机构的所得的 所以要把它进行一下分解 那么分解呢 一个就是500是吧 一个呢 就是这个100 那我们现在就要看 谁是可以无限期解转的 谁是可以5年内的呢 那我们说这个无限期解转的 是咱们现在要问的这个问题 谁是无限期解转的呀 那就是未超过你那个盈利部分的 这就是无限期解转的 是吧 那这应该是选C选下 当然要问你是5年内的呢 5年内的那就是超过你那个盈利的 是吧 超的 这是未超的 是吧 所以这样的选择题 我们是可以问超过的 也可以问未超过的 但无论问哪个 我们的规则是必须要清楚的 因此对这个 境外分支机构的 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那就是境外分支机构的亏损 是不能抵减境内这个总机构的盈利 也不能抵减境外其他国家分支机构的盈利 双不得 那如果说境外分支机构 在这儿它的亏损要和境内的去比 干什么用呢 那就是确定境外分支机构 它在本国进行亏损弥补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这种方法和时间 所以我们把它进行了两种情况的比较 一个境内境外合并以后 那它的总结果是大于零 那这个叫非实际亏损 是吧 非实际亏损 那它是叫做境外亏损 无限期结转以后年度 在它自己所在过 那如果说是境内境外合并以后 小于零 像我们这个 那就是出现了叫实际亏损 实际亏损 那我们就得把境外某国的亏损 今后弥补的时候呢 给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 5年以内的 是吧 一部分是无限期的 这样呢 它的思路是吧 有了 当然这样的问题呢 是依旧可以在选择题里面 在命题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